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朱丽英语,我是朱丽 今天我们来学初级单字side words 啦 今天要介绍的是形容词还有副词的下集 如果上集您还没看过的话 欢迎您点选右上角的影片累积来观看 上下两集总共有46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容词和副词的单字 希望这两集影片可以帮助各位把这46个单字给学会给记熟哦 在介绍单字前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本集的部分单字它同时具有形容词、副词、名词、动词等等很多不同的用法 那这个就是英文单字的特性 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要依照当时的情形来判断它的词性 那这一集最主要我们是比较常见的形容词、副词来做归类 不就不个别列出它的词性哦 然后我也会把相关的单字列在一起让大家一起学 这样子呢学的会有更有效果哦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学单字咯 我们先从跟温度有关的一些单字来学起哦 第一个就是hot hot它同时是热的还有辣的的意思哦 所以hot、热的、辣的、hot H-O-T hot 讲到hot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比较容易会错译的一个句子啊 就是not so hot not so hot听起来好像不怎么热的这个感觉哦 可是它实际的意思呢 其实是感觉不太好 可能被老板骂了 或是说心情有点不太好 所以就not so hot 所以也许某一天当你问别人 how are you today 你今天好吗 如果他回答你not so hot 你不要想说 诶,不怎么热 今天很冷啊 可能是跟温度无关哦 他其实是表达他心里面的感觉不太好 所以他就not so hot 可能口气应该也是不好哦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not so hot是感觉不太好的意思哦 warm 温暖的,暖活的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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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凉的,凉爽的 cool除了指温度凉爽之外呢 他另外还有很酷的意思哦 就是说别人很酷的这个酷 或是说别人很棒的 都可以用cool来做形容哦 cool c-o-o-l cool cold 冷的,寒冷的 不过他当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感冒的意思哦 所以他是有冷的,寒冷的,还有感冒 这两种不同的意思 cold c-o-l-d cold 那如果我们感冒的话该怎么说呢 那就是 I've got a cold 我感冒咯 I've got a cold 我感冒咯 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些跟方向有关的单字哦 Way 道路 方向 Way W-A-Y Way 跟味有关最基本的句子呢 那就是 This way please 就是也许我们去餐厅或是去外面 有人帮我们指引方向的时候呢 就是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的方向 This way please 请往这边走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句子 然后另外还有个 By the way By the way 有的时候我们在写书信的时候 文件的时候用写的话 可能用B-T-W 这三个字母的大写 B-T-W 就是By the way的意思 By the way 它就是顺便说一下 顺代替一下 也就是我们可能说完先什么事情 By the way 顺便提一下 还有件什么事情在一起说 所以By the way 比较常念 B-T-W 就是顺便说一下的意思哦 跟Up比较常见的片语 就是Get up 就是起床咯 所以该起床咯 It's time to get up 该起床咯 It's time to get up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Grow up 长大 Grow up 长大 Down 下 向下 往下的 或是情绪低落的 都是Down D-O-W-N Down 所以当我们心情不好 情绪有点沮丧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 I'm a little bit down 就是我有点沮丧啊 I'm a little bit down Left 左边的 左侧的 Left L-E-F-T Left Right 右边的 向右的 还有对的 正确的 恰当的 理想的 所以Right 它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哦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所以Right R-I-G-H-T Right Top 顶端 表面 极好的 Top T-O-P Top 讲到Top 我的脑袋瓜 立刻想起来一首歌 就是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 他们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就是Top of the World 在世界之顶哦 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 也建议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里面有一句话呢 就是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也就是我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高点哦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哦 我今天的心情是站在这个上的世界上的最高点 那就代表是现在是非常成功 或是非常开心 就是非常嗨的那种心情 也代表了我现在很幸福 很心满意足 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平常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 非常开心的哦 非常成功的当下 你也可以说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哦 back 回到原处 返回 或是后面的 背部的都是back b a c k back 讲到back 如果我们开学的话 也要是返回学校嘛 所以开学就是back to school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开学前戏都很可爱 很多人会在一些社群媒体上制作一些海报 尤其会用一些很恐怖的电影的海报 然后上面就写back to school 开学了 好像开学是很恐怖的事情一样 不过因为这是个玩笑哦 如果如何 如果要开学了 就是back to school 要收收心 back to school 好 那接下来就一些其他的单词了 away 离开 到别处 away A W A Y away 跟各位介绍两个 away常见的片语 第一个就是go away 走开 当你一个人想静一静的时候 就更变成像go away go away 快走啦 所以常常听别人说的一句话 就是go away and leave me alone 走吧 别烦我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这个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讲这句话 go away and leave me alone 另外一个呢 就是run away 一个是用go 是用走的 那run呢 是用跑的 所以跑得比较快 就是逃走咯 所以run away 逃走 fast 快的 迅速的 fast f a st fast first 第一 最初的 first f i r st first 关于first 有两句常用语 跟各位做介绍 第一个就是 first things first 也就是first things 重要的事情 要first先做 所以重要的事情先做呢 就是first things first 另外还有一句就是 love at first sight sight就是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视力 看到什么东西 那个视力 那如果first sight 就是第一眼 first第一个嘛 第一眼我们看到什么呢 然后love at first sight 各位可以猜得出来吗 第一眼就产生了爱情 所以love at first sight 它就是一见钟情 love at first sight full full 满的 充满的 全部的 full f you you l full funny 好笑的 有趣的 funny f you n n y funny just 恰好的 很快 刚才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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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有趣的片语 像第一个 just now 它可以讲 现在就是现在 just now 或是说刚才 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用just now 来表达哦 因为just 就是一个很短 很快的瞬间 所以just now 可以讲现在 或是说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都可以用just now 另外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 just in case 所以如果你跟别人讲 just in case 不用担心 就是以防万一而已哦 just in case 另外一个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就是刚刚好赶上 不管是赶上开会 或赶上一些飞机 汽车 就是刚好赶上 just in time 刚刚好赶上了 所以just now 现在 刚才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 just in time 刚好赶上 kind 种类 亲切的 仁慈的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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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round 可以当形容词 就是形容它是 球形的 或是圆形的 也可以当副词 或是介细词 就有围绕的意思哦 round r o u n d round round 当形容词的时候呢 最常形容的是 我们有一张圆的脸啊 或是有圆的眼睛 round face 圆脸 round eyes 圆眼睛 the moon goes round the earth 月球 roud 地球转 这边呢 go around 就是围绕 富词的意思哦 所以就是 月球 roud 地球转 the moon goes round the earth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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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副词 这些词 它也是围绕的意思哦 around a r o u n d around around 最常见到的片语 应该就是 look around look around 就是四处看看 以后我们到一些 新的地方去旅游 就可以 look around 四处看看哦 look around we sit around the table 我们坐着 围绕着 桌子 坐着 we sit around the table 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地球 绕着 太阳转 这边呢 around 是围绕的意思 像我们刚刚 around的那一句 the moon goes round the earth 这边也是围绕 所以其实在围绕的意思 你用around 或是around 都是一样 都是可以的哦 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the moon goes around the earth once 一次 一回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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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lifetime 那是什么意思呢 lifetime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一辈子的时间 里面只有发生一次耶 那就是一生只有一次千载难逢的一些机会哦 所以碰到什么特别很难得的情形的话 你可以使用它once in a lifetime 就是一生就一次千载难逢啊 once 还有另外一个最常出现的情况呢 就是在一些美国英国他们的英文的童话故事书 他的第一句话哈 几乎啦很多童话故事书第一句话就是once upon a time 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因为这些童话故事都是很久以前嘛 所以你看很多童话故事第一句话就是once upon a time 然后就开始他的故事叙述 像这一个故事 你可以看看是哪一个故事呢 比如说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calle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这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小红妈的故事咯 所以童话故事的开头第一句话一定就是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咯 on 自己的拥有 on o w n on pretty 很 非常 或是漂亮的美丽的都是pretty p r e t t y pretty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女生很漂亮啊 就跟大家讲pretty girl 漂亮的女生 pretty girl soon 不久很快 soon s o o n soon 介绍一些soon的常用语啊 第一个就是as soon as possible possible就是可能的意思 那也就是呢 尽可能的快 也就是尽快的意思 这句话通常应该在工作的时候主管交代部下哈 赶快把这些做好 就是as soon as possible 那因为时间很急迫哈 像通常就是用这四个字的每一个字的字首 就是asap来表达 所以如果说您在文件上面看到有asap哈 那表示主管交代您尽快 as soon as possible的意思哦 sooner or later sooner就是快一点 later就是慢一点 那这个意思就是迟早的意思哦 也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反正迟早都会来的了哦 所以就是sooner or later 迟早 the sooner the better better是比较好 所以呢 the sooner the better 快一点当然比较好咯 所以就是越快越好 the sooner the better then 在当时 在那时 然后 后来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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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在哪里 where where 最常见的一句话 那应该就是 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哪里 i live in New York 我住纽约 看您住什么地方 这边就是您的地点咯 where are we going 我们要去哪里呢 we're going to the market 我们要去市场 here 这里 在这里 here h-e-r-e here here 有这里 就有那里咯 那里就是 layer 那里 在那里 layer t-h-e-r-e layer here跟layer 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 come here 过来 来这里 go there 过去 去那里咯 一个是come here 一个是go there 或是如果我们出发到某一个地方 到达了之后 我们会说 here we are 我们到了咯 here we are where's my bag 我的带子在哪里 it's over layer 在那里 通常我们会去用over layer来表达咯 所以是 it's over layer layer 它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用法 就是当layer加上b动词之后 它有有的这个意思咯 像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there is 就是有的意思 有一本书在桌上 就是桌上有一本书 就是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there are many apples in the bag 袋子里有很多的苹果 这边there are也是有 所以有很多的苹果 就是there are many apples in the bag 袋子里有很多的苹果 why 为什么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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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几个句子 why are you doing this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就是当别人做了一些 让你觉得很生气 或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你就会问他 why are you doing this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that's why I came here 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咯 that's why I came here ok 以上就是今天一些形容词和副词的用法咯 所以如果上集还没看过的话 欢迎您先看上集 这样上下两集看下来 把一些比较常见的形容词跟副词都学会咯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您帮我按赞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也欢迎您订阅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最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